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新近东张西网报道了一宗关于一间健身中心 有好几间分店 而是强迫健身教练进行一些不太好 也不太道德的教育 似乎有些教练都不愿意做这些事情 但可能由于打工 老板 威逼理由 甚至乎将相关的片段 在白露电视CCTV拍摄 还会很坏格地放上一些员工群组一起开心分享 很有趣 这样也很坏格 话说一些前职员 前教练 甚至乎前学员等等 都向东张大控诉 我也有在外湾参加一些健身室服务 都是给年费的 也有见到一些私人教练 大胆的又有 或者是穿着瑜伽裤的制服的女教练 在走走走走走走 或者在教训人 也有类似香港的 其实有些按摩床在健身室的某些位置 例如拉筋区或按摩区 有时也会见到有些人买了私人教练服务的人士 都会放在按摩床上 给教练帮你按一下 原来有些帮你松根的刀 帮你刮刮刮刮刮刮刮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画面挺滑稽的 是怎样的情况呢 举个例子 我自己看到 多数男的 是很胀 或者肥胜 可能他觉得自己肥胜 或者想健身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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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穿这些服务 我時想為何你不找藍教練 想變成他們這麼大隻 你去找女兒做你的私人教練 當他們接受這些拉筋或刮刮刮的服務 他們要躺在按摩床上 是呀 躺在那裡會變成豬 我經常想到豬躺在豬肉桌上 然後有個師傅幫你刮豬毛 那個是女師傅 挺有趣 這麼搞笑 你看看她 她又看你 覺得自己好像很威風 整個大爺般接受這些服務 很享受 是呀 享受女教練幫你刮刮刮刮 享受之餘 可能有些人會說 這麼喜歡這些 不如直接叫豬好過 其實當你想想 他們有另類快感 你想想 他們以為我看他 以為我羨慕他 其實這些人 有一種心態 其實你看看他的眼神 再從他們的角度出發 他們會覺得 什麼呀 你呀 傻嗎 你這些乞丐 只能給月費 大爺有錢 請私人教練 因為都不便宜 簽一簽個套餐 可能10萬8萬新台幣下樓 所以他們覺得 大爺有錢 這些就是能力 然後做完健身 你們自己最多都在泡水喝 我就不同了 因為接受完私人教練的訓練之後 就可以享受在按摩床上 幫你按摩床上去 還是怎樣 看他們的肉鮮肉死的樣子 真是騙到什麼 好了 我們回來說這件事 挺搞笑的 這個健身中心的老闆更加過份 怎樣 怎樣過份法 似乎就知道有些人有特別的需要 可能跟他聊天 跟他問他為何來做健身 你做什麼的 你有什麼職業 就探討口風有沒有錢 挺過癮的 看到其中有一個疑似是神父 神父嗎 好玩笑 神父去健身中心有沒有要接受特別服務 那就厲害了 話說有位前員工 當然是 他有說他不停交給新的教練去接待 有些人因為不知道就去接待他 還說曾經接待過疑似神父的健身教練 有6至8位 這個沒有什麼錢 但是他仍然願意買很多很貴的課程 過癮了 這些有什麼特別的玩笑 但是另一個神父 不知道他是不是管浩明的朋友 都是有錢的那批 就說這個好像很厲害 簡直是給超過100萬 這麼多錢 不是吧 可能你說100萬 變身而已 變成阿洛蘇華生的啤酒也行 100萬 你想變什麼呢 但原來不是 據說知道神父 因為老闆就知道他是 特殊癖號 是 沒錯 就是嘻嘻等等 那類 知道你是這尾 找一些男教練去招呼他 又說拉筋的課程 挺有趣的 香港是獨立有拉筋的課程 可能你自己看咖啡的影片教你如何拘捕 拘捕來拘捕不到 要找人幫你按一按 還要 還有 故意幫助他在有些男性獨有的部位 來多接觸一些 甚至乎 這麼有趣 可能他也沒有留意到原來有那個 閉路電視拍下了他這個情況 甚至乎連那段影片 這麼不小心 他也沒有辦法 他也不知道 可能太高興 升上了七重天 是這樣的嗎 不知道用什麼工具 刺激一下他 什麼磁叉按摩他 電臀部 就是這樣嗎 電臀部 神父可能也覺得天國近了 是不是 他享受 欲善欲死 嘩 嘩 嘩 這裡就是天堂 嘩 原來這麼近 所以 剛才也說了 原來老闆會把這些影片放上WhatsApp群 開心分享 沒錯 其實你說是否開心分享呢 我們也不能完全怪責老闆 會不會用來做賣點 我們那些客人玩得很開心 會不會這樣分享這些視頻 可能是告訴你們 是互相激烈 你看看這位教練能夠 令到神父 都差不多可以帶他用那個磁叉 帶他見到天父 然後刺叉離開後 就可以回到人間 即是來回天國又折返人間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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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一個教學正能量的分享 當然有些同事看到就覺得不太好 因此大家都明白 這些私人教練是很靠這些去分佣金 即是讓他多賣點 當然有些男教練 他可能做的時候 可能他未進到房間的時候也不知道 因為有些新來猛盛盛的那些 是嗎 猛盛盛的那些也是的 你不知道在做什麼 話頭又不聰明 很搞笑的 有一個前健身教練說 有一間比較隱蔽的房間 還跟來接受訓練的學生說 有特別服務 例如用一個人體最天然的情況下打拳 人體最天然的情況打拳 不能夠說得太白了 你一出生的時候是怎樣 就是那個狀態 出生的時候的狀態打拳 你應該這樣說 你全身只有拳套 只有拳套 只有一對拳套 最多就可以穿紋 最多可以穿紋 還要穿著腳 可能不知道穿著腳 總之很多這些玩法 我心想挺有趣的 房仔請問怎樣打拳 很容易受傷 詠春 詠春就可以 詠春可以在這麼小的空間 都可以連刺手 我相信他們在健身室 不會說連刺手 通常是凍個沙包 帶拳道不斷打拳 看來是不穿衣不穿褲 打拳 會不會有些危險呢 可能會 對 不知道打什麼 打一下打一下 因為有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我在台灣看到那些幫你按摩 幫你鬆骨 那些女生的健身教練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按摩 好像去按摩院幫你按摩 那些 為什麼這麼奇怪 你不是教別人 如何變健美 為什麼要幫人按摩 我都拎頭拎了很久 為什麼會有這些 可能有些人真的覺得很開心 但是你說 如果像那位神父 如果真的給了100萬 我覺得應該可以打通任督二脈 應該是吧 也相信是 這樣也還不通嗎 比了100萬 什麼都拎了 真的 這個前教練也有投訴 有些女教練也有類似的行為 接待超級VIP的學生 他指定要女教練 每年花六位數字上課 接著要女教練穿得清爽一點 對 多一點肉會看到 可能很熱 不要穿那麼多 因為平時穿運動裝 但要穿短褲 巴頭 甚至超級VIP 會碰到女教練 還是怎樣 我自己 這樣嗎 他們也說是感怒不敢言 其實最慘的是 老闆在閉路電視上看到一件事 究竟是不是默許對方這樣 為什麼我會看到 台灣類似這些情況 肥騰騰騰的 來接受私人教練的人士 或會員 回到床上 我都看到有類似 所以我都覺得 你這樣也可以 因為她的頭髮 因為她的頭髮 不是黏在按摩床的洞裡 然後兩隻手就摔出來 對 女兒就會幫你按摩 理論上 雖然你看不到 但你應該可以憑身體的感覺 會知道教練站在哪裏 站在哪裏 即是站在哪裏 她的手就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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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我不知道是否注意不到她們是故意還是怎樣 台灣那些 因為那個按摩床是一個公眾的地方 大家在健身的時候都會看到 究竟她們是自願還是不自願 當然我沒有去問她 但很有趣 有時看到她們幫她按摩按摩的時候 另一隻手在按摩電話 什麼都有 這麼有趣 我也明白 現在這個時勢 找工作是很難的 但如果真的 你當健身教練的時候 遇到這種情況 我覺得真的 立刻要喊停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現在的訪問 很多人 為何會說出來 她們似乎留下了一個 永不磨滅的心理陰影 可能她們會出現了一種情況 就是可能 這個未必真的 有些人都會說有心理陰影 可能有些人覺得 就算自己洗完雙手 也會覺得自己的手 有腥溫溫的味道 很骯髒 洗肌都不乾淨 洗了洗了洗了洗 洗到流血都爆了 都是要繼續洗 我的手不乾淨 可能跟別人拖手的時候 你不要碰我的手 你摸掉她 可能會想起不知什麼 其實也很好看 你究竟跟客人做什麼 如果你是一般做私人健身教練的 就算客人是男也好 女也好 照道理也是差不多這樣做 不過這個健身室 會不會有些特別的服務呢 看來是有的 還有在裡面工作的員工 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知情 這個我就很懷疑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自己也知道 你們不早點離開 我也明白 你說要再離開其他地方 還是怎樣 好像很麻煩 總比現在這樣 又有越揭越多的話 可能一些影片 不知道在哪裡流出 你就更難搞 更難堪 好了 這個怪現象 希望是否要去報警 或是要載什麼求助 等他們再去處理 好 我們今次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